今天我们来参加全新一代星途凌云的上市发布会 作为星途的首款车型上市之后 确实表现出了这种非凡的实力 这款车那么它成功的做过这种37度1的血如液 这种极限测试它做到了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 那么它也做过极限牵引 直接这款车拉着飞机就能跑 所以说这个都是它的一些硬核实力 但是作为全新一代的凌云 那么它又在哪些方面升级优化呢 待会咱们跟大家好好说一下 但是咱不得不说 这个外观方面我个人感觉 虽然说跟上一代的差别不大 现在你去看的话 它的这种科技感还是存在的 尤其是它的这种细长的这种进气格山 形成的这种无边界的这种设计 让这个车看上去是比较宽的 而且它的轮毂这一块也是比较大的 那作为全新的星途凌云 这一次它主要是主打是2.0T的发动机 一个是400两驱的 还有一个是404驱的 那低配的呢才是搭载了 奇瑞的1.6T的这种发动机 咱们到车内去看一下 内饰的变化是最大的 相比于上一代的 它的这个内饰可以说 真的是变化的特别特别大 首先来说它这个四幅方向盘 看上去就非常的精致 手感的也不错 而且呢它的这个中控屏这一块 成这种连体的也要比上一代更大 但是呢造型也同样很好 它这种环抱式的设计呢 其实让你坐到车内就感觉非常的安心 而且呢它的这个大家看一下啊 它这个T型的中控台呢 中间这一块是特别的高的 所以说让你在这开啊 我的天就像你真的是在开一架飞机一样 非常的享受 并且呢大家看一下一些细节啊 它这些阻尼感呢是非常棒的 没有虚量 而且呢这种手感也是好的 在这里边啊那也做了精致的这种设计 所以说这款车让你坐到车内啊 你感觉这个车真的是比较值的 尤其说一点是它这个沙发啊 待会呢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沙发造型 我告诉你啊 就是真的是比较豪华的 让我感觉这是一个豪华车才能有的这个座椅啊 比较的厚实 这个呢我是觉得真的非常不错 而且我坐到车内啊 它的这种包裹感也是比较强的 正确而言呢 它的这一套内饰 真的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 果然说没有花钱的不是啊 作为奇瑞的高端车 它的这个内饰设计就很加分 那跟山岸的相比呢 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它的这种座椅调节的啊 那放置在门上面的 而不是说在这个座椅上 所以说这个呢 怎么说呢 类似于这种豪华车的这种设计啊 让你看上去就觉得 哎你自己开的这个车也是比较豪华的 是不是 但实实在在来说 它这个内饰 确确实实给人就是一种豪华感 后排的这种零重力座椅啊 让你坐那些感觉整个屁股都陷下去了啊 真的 坐到后排 我觉得要比坐到它的前排更舒服 总之呢 这个车给你的这种豪华感啊 是不言而喻的 配得上这个奇瑞的高端车这个名号 当然了 对于这款新车呢 那现在发布会啊 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觉得它的这个预售价格会是多少呢 我个人觉得啊 应该会有一个惊喜家 全新一代星途陵云呢 那价格已经出来了啊 比它的预售价格呢 整整是低了一万块钱 哎不得不说这价格确实太香了 是吧 但是呢 你要说让我给你推荐哪款车 虽然说它发布了四款车型 然后只有一款四驱 但是官方给出啊 买星途陵云的50%的人 会选择它的四驱版本 所以说呢 我觉得大家如果选择这款车的话 那不妨你也去买它那款四驱版本 因为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说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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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